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爱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 言论无罪 言论无罪 自由万罪 自由万罪 奉贫正义 奉贫正义 比太阳还要花辉 比太阳还要花辉 姚京佑 不罪 不欢迎 不罪 万燕穹 不罪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 比太阳还要花辉 姚京佑 不罪 万燕穹 不罪 吴华英 不罪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 比太阳还要花辉 言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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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万罪 王大姐他们房子就是这样的房子 就在这里面像宿舍楼一样的 反正就过来表示一下吧 然后给他存个一百块钱两百块钱 就是我和那个王力宏来说的话 在416当中来说的话 也等于是并接地站在最前面 然后来说的话 如果说王力宏有罪 我也同样有罪 然后来说在这个官罪 这个王力宏这件事情上呢 我也一直站在前列 嗯 再就是说呢 那个 姚京佑 也就是说了 买了今天的飞机票 今天也会呢 赶来北京 我都没看见你了 小七啊 哈哈哈 我没看见你了 这么一个 一个小帅哥 哈哈哈 我们呢 希望是这么说 希望蒙田呢 烈红呢 和我一起和云郎 我就最高兴了 哈哈 不让回我们家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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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就陪你蒸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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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啊 在就前面 啊 啊 啊 就说呢 啊 就说呢 啊 你妈妈呢 你妈妈呢 就说你妈妈呢 本来我们之前都不是太认识的 嗯 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比较 啊 普通的一个啊 啊 家庭抵护 是不是 他现在当局 用一个 神秘滋私的罪 来要 你感觉什么 你说的儿子 他是为了帮助别人被 治这个罪 说明他是 这是政治罪 因为现在很多 民权律师 维权人士 都被打压 我妈是其中一个 没发现了中国现在的 政治现状 就是 就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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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 有心理准确 有心理准确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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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走了一些光盘 416的光盘 还有那个 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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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次就有警察来说 走 穿衣服 然后我妈说去哪儿啊 然后说有领导要见你 然后我妈说我腰不好 她想见我 让她来见我来 然后就非常强硬的就不去 后来他们也没办法 本来是非常强硬的让我妈去 包括何阳也被找 也是让她去见一个所谓的某领导 然后据说是那块换班的那个小民警 说的 哇 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领导出现 可能也是得罪他们了吧 就是那年把我抓进去的时候 也 我儿子也是 二十来岁 他第一次抓住他儿子才九岁 所以我 我九八年第一次抓的时候 我儿子也是才 还不到 九八年 十年 不到二十岁 我儿子是八一年的 八年也是十几岁上学什么的 哎呀 我就说你这二十多岁 就是你心里头是怎么个感觉呢 你拿被抓 你说你是 因为我儿子啊 您先说您儿子当初 我儿子不跟我想起聊这个 但是呢就是前些就是茉莉花那个行动开始 茉莉花是不是茉莉花之前了 二月十六号唐吉田被抓 我说那个可能啊 我这儿要有危险了 我说最近呢大批的抓人呢 都是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啊 都不让家联系 我说你做好准备吧 哎呦 我这么一说哈 我儿子就跟我急了 他就说 你都想不到他说什么 我是没想到他说这个话 他说的 那我跟你说啊 说你要再进去的话 说那我可能就活不了了 我儿子都三十了 他居然跟我说这种话 我说为什么 他说的 你知道你一个人进去 全家人的心是什么感觉吗 他说那那根本没法承受的感觉 说我就是硬撑着 我就是硬挺着 说我才熬过来的 我儿子跟我说这个话 哎呦 说的当时我那心里头 难受的不得了 我觉得我 我们俩是那种革命母子 太好了 哎呀 这句话说的 太佩服你了 不带脱一下就是这意思 然后那个反正 而我也看到好多历史 那个就是建国以来的这些 中共的历史 嗯 那那时候那那 那时候三天大饥荒的时候 一子而食的那时候 吃不下去换儿子吃 哎呀 吃自己亲人 然后还有就是老爹 把自己孩子吃完 就疯了那种 嗯 那那种那是人间炼狱了 嗯 你出实在你这点 这点苦 当时可能有点 有点老心狗配这话儿子说 我觉得那确实比那时候还是好多了 对对 比革命年代那点好多了 对 我觉得其实大家需要更勇敢一些 如果大家都更勇敢一些 我妈子就连进去都不用进去 嗯 大家都往前站一步 他们就往后退一步 都往前走就一个人往前站 那那那那你这就进去 你可能说你废话是不对 那那那那你中国就是这样啊 嗯嗯 那都没办法了 嗯 很多人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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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就就就拿这个理由来说 我觉得我首先我活的是我我是一个自由的 嗯 我我我我我我的心灵就是自由了 那我至少不让我的这个身边的周围的这个气场是自由的 大反正怎么样 我先我先不说 嗯 我先把自己活自由了 活民主 行好 如果所有人都都都都把这个活民主 那那国家自然就改变了 对 你体制给爱总知道怎么样 太好了 老百姓就是 嗯 老百姓就是牛逼 就不服 希望王力宏能够那个 能够扛得住 能 能熬过这一关 今天三月份抓起来之前 Skype里 我跟他走得那么近 他都很不好意思的说 嗯 我想 我想 完了我说 你想什么 您说吧 然后他说 我想吃那个 子彩包饭 他就很不好意思的说 有时候挺可爱的 真的就是家里有一个宝吧 所以他被抓了之后 对我打击 确认挺大的 这些地的我都是非常熟的 子彦他们都没有 回复我都没有回复 昨天有放了三十多方 把蜘蛛磨的 先进发 刘律师 你怎么解释这个事 就是说原来他们 关注过三网民 但是现在他们却 没有关注王力宏 这是很奇怪的 因为当时三网民案的时候 国内有很多媒体关注 他当时是不是把那个三网民 警警 那个事情是因为那个 严小莹一个死亡 后面他严小莹的猛青 对公关机关作作的死亡 认定结论 不认可 因此他就上访 那么三网民帮他网上发帖 所以引起这么多关注 他们当时网民会关注 包括媒体关注 他把它作为一个 网民的网上发帖 发视频必抓 把它作为一个 完全 看成是一个普通的案件 那么从我们呢 政治上来看 他进行对王力宏进的调查 他是在去年11月16号开始 当然一直调查今年3月 再把它刑制拘留 加上我想王大姐原来还关注过一些 不但其他的一些社会事件 包括刘晓波那个事 他因为刘晓波 10月8号 去年10月半号 负责罗伯和平奖 他和一些人到了 北京的地毯空园 也拉了一条红服 好像庆祝一下 那么又被拘留了 会不会因为 在他的内容那个行为 使大家感觉 现在王大姐这个案子 是有点 感觉很敏管 所以国内媒体 记者他 不管去记录 因为说像我认识很多国内媒体记者 我也谈过 我应该是会见了 到昨天应该是会见了4次吧 7到5、6次 也特别是前几次都不浪见 应该会见了4次 那么王大姐应该说 他这个非常坚强的 当然包括公共警官一致外 这个围观呢 还有许多组织者 浪琳感觉非常敏迫的 就是说 始终把这个案件 一个人扛下来了 他不会愿意 受到任何其他的 不愿意其他的人 受到任何伤害 本来一看